大家还记得曹格的女儿吗 之前大家在看节目的过程当中 对这个小女孩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 这个小女孩非常可爱 性格也比较好 所以还是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她的 不过也有一些网友曾经吐槽 曹格的女儿长得太丑了 那个时候的小女孩长得的确也不算特别可爱 也不算特别漂亮 但是她也是有自己的优点的 小女孩在听到别人的批评 时也委屈地哭了 不过现在的小女孩长得倒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曹格的女儿现在已经长大了 经过这几年的变化 她出落得越来越漂亮了 大家一起来看看照片 有没有觉得这个时候 在她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当然从大体容貌来看 跟之前还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而且也有之前的影子 但是仔细看五官跟之前变化还是蛮大的 在小时候长得的确不是特别讨喜 但现在却变得越来越可爱了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 现在在看曹格的女儿 跟之前简直判若两人 人家都说女大使保余 可没想到这小女孩才过几年 就已经出落得这么漂亮了 想必长大之后一定非常漂亮 其实很多女孩子在小时候长得非常普通 但是长大之后都非常好看的 也许这就是变化所在吧 俗话说得好 女大使八变 这句话是有依据的 再来看看贾乃亮的女儿甜心 甜心小时候的照片大家应该都知道 而且她的性格非常好 所以不少人也都非常喜欢她